好,不过这个可能要想到说,这个使用者的经验尽量就是说,你要先替他设想,为什么他会做错的原因,你干脆帮他cover过去就好了,这样会比较OK,简单一点,所以理论上第一个,如果使用这个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,那如果他又输入就会错,可是要怎么避免这个错误发生的方法,还有程式该如何撰写? OK,所以第一个,我们刚刚写完了程度,当然我刚刚讲过了,就是说,如果我现在已经有小咪了,那如果我筛选业务,我再输入小咪,就会错,因为已经存在了,所以呢,怎么办?他为什么会再输入一次?难道他眼睛不好吗?明明就有小咪,他还输入,原因他可能一般使用者会觉得说,那我在输入表示说,我要把,因为资料更新了,也许有新的update资料, 所以他要重新再去捞一次资料,所以他就会,假设他的需求是这样子,那我们势必就是针对他的需求做什么?第一步,当他input资料的时候,我们针对这个x,去检查,检查哪一些呢? 所以,底下就要写什么?写一个程式,去针对后面的这些工作表名称,把它抓出来,如果跟x一样的话,那就把那一个一样的删掉,delete掉,再去做home,就是筛选,重新产生的,那一定是最新的,所以哦,可是问题来了,我该如何做判断? 所以,这边的话,第一个,我要先判断,什么呢?如果,他的那个名称跟x一样,那写的方法,基本上第一个,那我势必就想,来筛选业务,我就在,当他输入的时候,那我做什么呢? 诶,一个一个的把什么呢?除了第一个以外,的其他工作表,的名称,的名称呢,掉出来,所以呢,一个一个嘛,一个一个的话,就是什么?for回圈,for I,等于什么呢?第二个,到最后一个,诶,最后一个,我们刚刚有学过嘛,shits怎么样?shits.com,有没有?总共有几个,shits.com的话,这个nets, 从第二个,到缩点抗的话,现在有四个,所以二到这边,缩点抗就四个,第二个到第四个工作表,那我要做什么呢?接下来,我就把那个名称调出来,那个的名称调出来,然后比对一下,跟x一不一样,如果一样的话,我就把它删掉,OK,那所以我看一下,我写的,OK,如果那个名称跟那个名称一样的话, 那就把它删掉,OK,那写法的话呢,好,一样嘛,一个,第一个是回圈,第二个逻辑判断的话呢,写在里面,如果,假设那个x,它如果等于什么呢?等于那个,它的那个shits,第几个呢?第i个,比如说2的名称,name,空一个then,enter两下,打一个,先enter一辅,好,我习惯先把结构先打完, 如果一样的话,就做什么呢?把那个工作表,给删掉,那个工作表,就这一个,删掉,所以把它复制过来,删掉的话,就是什么?点滤车就可以了,OK,程式写完了,就是这样子,OK,那我们来试一下,基本上,不过,这样的写完,大概还有几个地方可以再补强的啦,第一个就是说,在201, 2010以前的版本会跳那个什么,是否删除,但2010以后好像就不会跳了,所以为了避免说它会跳那个东西啊,我记得好像我有讲过嘛,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,关掉那个,那个叫alone,所以那个叫displace alone,所以application,OK,所以这个叫场平,电什么呢?它有个displace alone,DIR这个alone,把它关闭,等于什么呢?Force, 然后再去删,不然它会跳那个什么,是否删除,我不要让它跳的话,那我可以先把那个alone关掉,然后最后的话呢,再把它呢?把它开起来,所以等于true,OK,这样子,那当然这个不写,因为目前我们现在好像2016好像没有这个问题,所以这两行没写,好像在这个版本不会影响,另外的话还有个地方,因为既然你已经找到, 那一个之后的话,其实回圈就可以结束了,所以哦,这个地方,当然你可以知道,在这边呢,直接,应该是加在哪里,加在这个哦,application,这个底下可以打一个,exist for,当然这个地方你不写也无所谓啦,因为它还是会跑,只是跑很快,不影响,那不过理论上写会比较好,为什么?因为感觉会比较完整, 不然的话,它可能一直检查,一直检查嘛,如果你那个工作表的数量多的话,那它跑很久,OK,好,基本上程式写完了,你应该没有问题吧,其实逻辑很简单嘛,帮我怎么样,for i 等于第二个,到最后一个,所以第四个,然后一个一个帮我把名称检查,跟什么,跟 x 有没有一样,如果有一样的把它删掉,OK, 那我们来run一下看一下,这个是一个中断点,我跑一下,所以呢,这边一样,我打一个小咪好了,反正这个故意就是说,让它有一样的,好,按个确定,那应该它会跑到里面吧,对,OK,x,小咪,这个也是小咪,所以它会把这个第几个,刚好第四个,删除,delete OK,然后跳离了,跳离for的话,就直接就跳离了,所以它不会往下,不过刚好只有一个,然后剩下来的,因为小咪不见了,所以现在的话呢,你就在新增,小咪又蹦出来了,那这个意思就是更新过的小咪,不是